大家好,今天的直播呢,因为我在轮度上,现在大家听到我这个背景声音比较嘈杂 那就今天的话,我们主要请王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最近两周的红杆经济的一些观察 以及来讲,三月份可能日本央行将面临的一些决定 会不会对世界红杆经济产生一些影响 那下面我们就请王老师来给大家直接分享 我如果等会信号好一点的话 我今天也有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 但是来讲,现在我觉得这个声音比较嘈杂 我就现在请王老师先给大家分享吧 好,那我就直接说了 各位好,正月十五还没过 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因为按照中国传统,没过十五,节没过完 理论上还在节日之中 今天David要办别的事 这个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吧 今年呢,这个没讲两次 因为中间加上元旦春节 这个各种事吧 回想起来呢,我在这个平台上 这个,在咱们这个温度传媒这个平台上 回想起来讲了一年半了 差不多七十余期吧 在这七十余期的这个讲座中呢 以宏观经济为主线 这个跟大家分享了一年半的这个 有关方面的一些认识 一些想法和一些观察 今天呢,这个也等于是上一期 在日经指数达到三万九千点 那一期 等于是一个续集吧 因为在那一期 我这个做了一个初步判断 日本的经济 整个总体经济 这个也许成也如此 也许败也如此 这个有这么一个判断吧 今天就把这个如何成如何败 接下来怎么回事 我的理解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年多 一年半的这个 跟大家分享呢 我实际上 这个是比较系统的 跟大家讲解了 我对整个 近现代的这个 世界经济的宏观趋势 和整体变化 讲了一个相当于提纲式的 这个关键的这个知识点 系统的做了分享 开始呢 就讲了这个 这个现代美元的这个美元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1944年 二战将要结束 在美国的 在美国的布林顿酒店 布林顿森林酒店 这个44国的这个成员 在那块商讨了一个二战之后 世界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货币体系下运行 因为这非常关键 这是影响到现在 这也是美国 自二战以后 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这个布林顿森林酒店 建立的这个体系 就叫布林顿森林体系 这很好记 它是这个用这个地名命名的 他们有个习惯 当时不论多少国家参加 中国当时中华民国的这个孔祥锡 代表中国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但是别人都是陪客 对手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财政部一个助理部长 叫怀特 另一位呢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英国的经济学家 也是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 与凯恩斯学术理论对立的 这个对应的 还有一个经济学家 凯恩斯代表了英国 这个与美国谈判 等于就是两个对手盘 这个最后呢 以美国的这个强大的实力 这个取得了这次 建立这次这个二战之后 货币体系的绝对话语权 确定了每35美元 一盎司黄金 各国货币 与美元 进行对价 不直接与黄金 进行对价 这样的话呢 从布林顿森林体系之后 人们习惯上就把美元 称之为美金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重大事件 相关 关于布林顿森林体系 就是1971年8月15号 尼克松宣布 关闭黄金窗口 就是不是任何人能拿35美元 就能换一盎司黄金了 把这个窗口关闭了 黄金不是货币了 也不是货币的等价物了 而是变成一个商品了 到目前我们每天观察的这个美元 这个黄金每一天的对美元的报价 这就是一个对商品的报价了 为什么先回顾一下这一点呢 这是牵扯到今天咱们讲课的内容 在这个重大的变化之后 世界整个的货币体系 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有人说之后 美元与石油挂钩 与各种商品挂钩 实际这个观念 我是不认同的 实际上 他不论与什么挂钩 美元自71年8月15号之后 他不依靠黄金 依靠自己的实力和信用 国家信用 形成了一种信用货币 这是这个观念呢 他可以不以任何商品挂钩 因为他连黄金都不挂钩了 他为什么非得寻找一个商品呢 所以他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完全形成了一个 仅凭美国的实力 美国的力量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货币 独立的货币体系 对应世界 除美国以外 所有国家的主权货币 就是各国的本币 这是在这一年半的 这个算成中 讲座中 我是反复强调的 这个 我相信 很多老的听众 对这一点都比较熟悉 大家应该 对未来的经济趋势的发展 应该牢牢立足于 美元已经成为 全球货币市场的 这个公共产品 这一点思考问题 就不容易被误导 不容易什么去美元化 什么这个美元 霸主地位如何动摇了 这些呢 都是大部分都是宣传 你看实际 看这个美元占有的 这个在全球占有的 各国的储备货币的 这个地位 看它的结算地位 看它的规模 看哪些国家 这个离开了美元 离开美元 就是美国的 SWIFT系统 这个制裁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这里边的核心机构呢 就是美联储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实际把它比喻成了美国的央行也可以 但是它又区别于各国的央行 因为美联储它管理的 除了是美国的本国的货币的流通 价值的维护 同时呀 也管理着全球美元循环的 这个 形式 美元环流的这个基本情况 它是整个 在它的控制之下 换个角度说 就是 我们每个人 在任何一个 全球任何一个地点 你持有美元 现金也好 支票也好 持有美元 你开一个户 开美元户 你这个信息就进入到 美国这个 美元体系的 SWIFT系统的里面去了 是离不开的 跨越不出来的 除非你从来没开过 所以 它 就从这一点 这个 美元是世界货币的公共产品 美联储是美元货币政策的制定者 这一块 大家要牢记 到目前为止 这个基本观点 基本情况 有人说了 美元代替英镑 成为世界霸主 下一个代替美元的是什么货币呢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 能够代替美元 只是在世界货币环流中 几种货币 在其中占的比例 各有多少 而代替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也是在一年半中 反复向 这个听众 这个 讲的 我的基本观点 为什么要 重复一下这个呢 就是你不理解 不深刻理解这些关系 你会对一些经济活动 一些现象 会发生误判 会导致你这个 不准确的认识 会出现这个 就是 对形式分析的不清楚吧 这个 美联储 自71年之后 他采用了一个很令人这个不太理解的一种一种形式 在管理着美元的环流 美元在世界上的环流 就是在一定时期 他要加息 第一次加息 咱们也多次讲了 最后加到20% 这个 这一次呢 是第七次加息 现在已经是从 从2022年的这个三月份 开始加息 到目前为止 已经加了 11次 总的加息的这个 数量已经达到了5点 对于美元来讲 5.25到5.5 这么一个比例 而这个比例呢 是在0.25 就是千分之2.5的基础上 加到 5.25到5.5 这么一个 一个比例 咱们所有人都经历了这一次加息的这个 可以说 还不到全过程 他还没到降息呢 在不同的阶段呢 他要进行降息 降息的过程中呢 按普通的新闻和这个一些文章中就讲 开始放水 加息是收缩 降息是放水 这里边核心的作用就是 加息 它是去杠杆 减少Swift 整个系统中的美元的流量 不是流量 就减少Swift系统的上面这个美元的总量 而放水是加大总量 总量决定之后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流速 美元结算的流速 在这个方面呢 也在这 七十一期的这个 讲座中呢 也都这个 给大家描述了 这个 想了解更清楚呢 可以看看回放 所以在这一次加息的过程中 刚进行了一半半程 完整的一个周期 就是从加息到减息 到再一次加息 这一个全过程 这一个全过程 叫一个周期 加息之后 带来的美元的现象 就是价钱贵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美元这个很有价值 各国的这个流动 油资都向美国 都向美国集中 使美元的这个 流入美国资本市场中的美元数量增加 股市居高不下 稳定增长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就是加息的作用 因为追求高 高收益啊 谁是货币的拥有者 他都用尽各种方式 在市场上 通过美元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是一个 人心趋利 这是一个必然 必然的现象 而减息呢 正好相反 减息之后 杠杆率增加 放大出来的信用货币 就会通过Swift系统 流向全球经济体系的 这个毛细血管 流速增加 数量增加 会使全球的这个 各地的经济活动 欣欣向荣 你看一紧缩 一加息减少了美元 很多国家 很多经济体 陷入困境 收缩状态 除美元以外的 本地贬值 这个 抽离 所在国的这个 外汇储备 储备减少 经济陷入 这个困难周期 这就是基本规律 这一次加息呢 从22年的这个 三月份开始 也就俄乌战争 开战之后 一个月之后 开始加息 到23年 效果就明显出现了 加息之后 首先 这个 对本币 直接影响的 就是日元 日元造成了 这个 很大的创 创伤 这个 接下来呢 是欧元 英镑 这个 日元 法郑 就整个 形成的 在22年的 动荡就开始了 到了23年 带来的后果 就是 英国的这个 养老金 要崩盘 瑞信 破产 被收 被 被兼并了 这个 欧元 体系 也是 这个 对美元 欧元 对美元 处于贬值 通道 开始贬值 所以 这个 作用呢 到了23年 到了 这个 去年的 这个 六七月份 就 愈演愈烈 出现了 这个 美国 自身的 银行 出问题 联邦银行 欠资银行 硅谷银行 相继破产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 为了 挽救 美国自身的市场 美联储又 和财政部 又联合 实施了一些 新的政策 比如说 尤其是 硅谷银行 的处理 是一个 在美国历史上 是个先例 他 做了一个托底 所以把这个 危机 算度过了 为什么 一加息 这些银行 美国本土的银行 都出问题呢 这里他就牵扯到一个 美国 货币 发行 现在的基础 就是美国国债 美国财政部 发行的国债 在 硅谷银行 出 出现 危机的时候 美国的 国债 总额 是 31.4万亿 当然后来突破上线之后 现在已经达到34万亿 不是31.4万亿了 到了34万亿 短短的这个半年的时间 等于增在原来基础上 增发了9%左右 8%点多 9% 这个增发率 在咱们的讲座中 我也多次讲到 这个 这里边有公式 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回放 所以在这时候呢 这个 美国与 G7国家 G7家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 签订了一个 货币互换协议 形成了一个货币互换 这么一个体系 在咱们的讲座中 我反复强调 这一纸联合 这一纸协议 就保证了G7国家 G7国家 大家都知道 从人口上 10个来亿 从这个 整个GDP 规模上 这个占全球的一半 从经济总量上 也是占全球的一半 如果达成 一种货币互换的协议 就从根本上解决了 G7国家 因为货币危机 经济危机 造成不能支付美元 美债不能偿还 就把这些问题 都可以回避了 他可以用本币 直接不用通过贸易 不用通过出口 来获得美元 得而支撑自己本币的 他自身的价值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有人开玩笑 23年出现过很多 历史性的事件 不光是23年 实际从疫情之后 就发生了几次 影响未来历史的大事件了 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大家就 在关心美国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也就是从 整个财政部增发美债之后 带来的一个现象 因为影响这些 欠罪银行 硅谷银行等这些银行 造成挤兑到清盘 根本的原因是加息之后 它原有的银行储备的资产 就是最优良资产 美债 造成账面亏损 而这个账面亏损 又迫使这些银行 在应付 它的储户脊退的同时 变现 造成了实际损失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出现过 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 不断提高 也在咱们的讲座中解释 为什么收益率高 对经济的打击太大 原因就是 它造成了实际损失 你如果把你 在当时 你如果把你的手里边的美国国债 在市场中卖掉的话 要打折 收益率高 是购买方 购买方的收益率提高了 谁用现金去买 买这个国债 谁的收益率高 这些也跟大家 这个基本原理 也反复讲 可以说是反复讲 因为这个牵扯到 也是经济大的 这个趋势的走向 因为在美元降息之前 这个升息之前 出于降息阶段 很多银行 很多机构 都是以储备美国的国债 为最优良的资产 一个是它保支付 这是法定的 再一个呢 它是很稳定的 就是收益率不是那么太好 利息比较低 加息之后利息高了 反而造成原有的国债 这个买方收益率高了 就这么一个关系式 在这个过程中呢 美联储也做了大量的微调 美联储每一次加息 都是以它的CPI指数过高了 也就是物价指数提高了 为了降低物价指数 降低CPI指数 当然还有非农指数 各种辅助的 都是以这个名义 来调整利率 其实美国市场内 这个物价指数的高低 就我的观察 这七次加息和降息 整个过程中 它只是把CPI指数 作为一个重要指标 但是不是绝对的 不是必要的 也就是它管理货币的 这个过程中 它认为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了 它会加息 不见得CPI指数 真正降到它所说的 理想的2% 通胀率达到2% 它开始降息 不是和它说的 其实是不一致了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我经过多年观察之后 得出了结论 现在从各个媒体 新闻单位 还有一些专家讲 就是美元开始降息了 24年开始降息了 6月份降 7月份降 有人说8月份降 因为去年 23年12月份 还有说3月份就开始降息 也跟大家在讲座里讲了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一次加息 美元的美联储的这个 最终目标还没有实现 最终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降息之前 能把美元的这个 整个在Swift体系中的总量 控制在最理想状态 我说这最理想状态 这是美联储认为的最理想 这样的话呢 就要不断的吸引 离岸美元 也就是欧洲美元 这个回流到Swift系统的 这个这里边 这个回归到美国市场 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美元的资产 价格提高 非美元的就降低 通过这个 就是把其他这个 除美国以外的各独立国家 独立的非独立的 他们的这个尽可能的货币 贬值 外流变成美元 输入到Swift的系统里 所以这一点呢 可以说这是美国的 这个一个总体策略吧 这个总体策略 现在已经是看得很清楚了 很多说 很多舆论 尤其是中文媒体上 多次讲 这一次的终极目标 是对准中国 其实不是 待会我再讲 为什么 上一讲 我是在日经指数 达到三万九千点的时候 讲的 日本的股市 股市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池 它增发的货币 大部分都流入到股市 和房地产市场 这一点和中国一样 从今年开始 日本的经济一片新兴向炉 一片兴旺 日经指数屡创新高 三万九千点 那是90年 这个日本开始 这个资金外流之前 曾达到 曾经达到过的 现在已经达到 30年之前的这种状态了 原言也 咱们在讲座里也 也已经说了 日本它其实现在是两个日本 90年之后到92年 安倍经济学 开始实施之后 日元 因为日本的经济不景气 日本的五大商社 加上很多中小企业 包括个人 把大量的福财 日元转换成美元 形成日本以外的境外的 这个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投资 这时日本本身的经济 陷入这个萧条 号称是失去的30年 这是30年之后 又一次冲向高位 这就实际上是大量的 第二个日本吧 日本的本土是一个 本土经济的日本 一年的这个GDP总量 将是4万亿左右 它同样还有4万多亿的美元资产 在全世界各个市场 投资 这个经营 获利 失去的这30年 实际上在日本 它本身经济不景气 它用它境外美元资产获利 来繁土日本本身的经济 这个上次咱们讲的比较详细了 今天不过多讲 在这里边上一次讲 提到了巴菲特 现在在美元 在日本市场上 这个是大规模投资 巴菲特布局日本市场 实际是从19年 2019年就开始了 大家知道 2019年那时候疫情 刚刚刚要开始年底才爆发疫情 回顾历史 大家可以 能检索到 巴菲特 把比亚迪 这个等等 中资 就是中资企业的这个股票 破例之后 这个抽离 调走 调走之后 离开中国市场 实际就陆续布局到日本的这个资本市场了 布局到日本资本市场 它是怎么布局的呢 这里头有一个方法 就是它不是直接投的美元 它是直接用美元在日本借钱 把美元存 美元美债存到日本 日本的银行 用此抵押 借成日元 借成日元 因为美元利息在提高 日元是零利率 所以它借的日元没有成本 只有本金没有成本 而又不影响美元的获利 当然19年那时候利率还很低 你到了23年 22年就能看到这个优势了 在这么一种形势下 至今日本的央行不加息 新的央行 行长去年上任之前 信誓旦旦要加息 要把日元的利息加起来 这个上一讲讲了 这个美联储和财政部 不会同意它现在加息 因为现在加息的话 像巴菲特这样 用这个美元资产抵押 借日元 加杠杆 投资 这个过程 这个结构就要崩塌 因为日元成本一旦提高 你用美元 抵押借出的日元 就提成本你就提高 它就加不了那么多倍的杠杆了 二年的三月份以后美元加息 它的杠杆率最高 到目前为止最高的可以加到百倍以上 加百倍的杠杆的日元体系 一旦加息 它就赶紧要解杠杆 否则的话本金就亏光了 美元的本金就要亏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元就是当时经济界提出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美 就是二三年年底 说如果日本央行 现在要加给日元加息 就是将要发生第二次珍珠港事件 那是对美国的入侵 珍珠港事件二战中 这个珍珠港爆发战争 等于视同于对美国本土的攻击 世界大战进入到最高潮 这个比喻就如同热战一样 所以当时判断 日本不可能马上加息 不敢私自做主 所以事实也证明确实没加 直到现在没有加息 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量的年轻人 日本 我指的是日本的年轻人 拥入了日本的房地产市场 拥入了日本的股票市场 用一切可以抵押的资产 获得货币 勇于入市 据说近三个月 每天在日本的这个股票账户中 开户的年轻人 是数量非常巨大 具体那数我记不太清楚了 为什么强调年轻人呢 因为日本的老人经历了90年代 日本经济崩溃 他们不敢买房子 不敢再买土地 不敢再买股票了 所以他们是冷静旁观 他们50岁以上的老人 日本的老人都没赶上这一波 他们到现在还在观望 而大量的年轻人 对于90年 日本开始经济崩溃 进入这个萧条的印象不深 所以他们没有历史的经验 现在踊跃入场 大量的日本的这个机构 也都从海外调回资金 来带借款日元 也在踊跃入市 所以日本的这个景气现象 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动能是非常大的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目前这么一个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风向标 有一个晴雨表 这就是看美国大的资本集团 什么时候开始出售 已经获利之后的 这个有价证券股票 变现 这就是开始解杠杆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有效的投资 在高位变现了 你现金落袋为安 这就是成也因此 当然全民的行为 全世界的行为 它不可能是统一的 参差不起 各自按各自的判断 自己去决策 能够在高位 从股市 从这个其他资产市场中 退出 获得了货币的 这叫成功了 日本的经济 在大量注入海外 这个美元资产的情况下 在高位能稳住了 它也是成功了 而 败也如死 就因为这件事 人们进入到那种 疯狂的状态 不断的投入 人 境外的这个 大的资本集团 已经高位变现之后 撤出 陆续撤离日本市场 而留下的这些 这个资产 这个投资人 还期盼着赛 若干伦 再达到一定的高度 迟迟不离场 留在最后的 都是鸡骨传花 接最后一棒 因为刚才咱们讲了 现在支撑日本 除了国际资本集团 注入的美元 借了日元 投入到市场中去 还有更多的 大量的日本 另一个日本 海外日本回流 海外的日本的美元资产 回流 支撑起了现在的这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风向标 大家在关心这个 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 这个背景下吧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 这个时间会持续到 什么时候呢 应该在美元降息 美元真正降息 我估计是6到8月份 今年的6月份到8月份 那时候开始降息 因为选举年嘛 美国这个 它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 它也要尽 兼顾到利益 照顾到自己的这个利息成本 它也要开始考虑降息 而降息之前 我始终在这个咱们的讲座中 从去年的下半年 我总的感觉还有 隐隐约约的还有一个 第十二次加息 也就是降息之前 这个最后一波 还要继续提高美元的价值 也就是美元之后 还要维持高位 做最后的一个一次拼搏 实际这个判断呢 在1月份已经实现了 已经表现出来了 但是它不是表现在美元的利息 美债利息增加 而是在这个 投股银行之间的融资成本的提高 融资利率给提高了 这个没有反映在这个 普遍的资本市场中 只是在银行间的这个 这个解析上表现出来了 所以导致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能最近也看到了一些新闻 纽约地区银行 就纽约社区银行 发生挤兑 它的股价三天下跌50% 挤兑提款的这个储户 已经是非常多了 有点失控了 这种现象呢 实际还是在抢美元的环境下 使这些 因为硅谷银行 这个联邦银行 就是被这个纽约社区银行 兼并的 也就是纽约社区银行 你别听它是一个纽约地区的银行 它实力很强的 相当于大型银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它为什么坚持不住了呢 发生这样的危机呢 接下来咱们关注新闻 它会不会破产 会不会清盘 实际这样 这种目前这种现象 也就是说在1月份 美联储增加了 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 这个调期利率 直接影响的就是银行体系 恐怕要影响美国本土 数百家银行的生存问题 这样的话 这样的银行呢 普遍的这个存在的问题 就是它的资产 是原来持有的低利率的国债 被迫变现保支付 而变现保支付的过程中 造成巨额亏损 这个巨额亏损 导致它的整个的经营 货币链条断链 这就有可能要带来这样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关注美国市场 它的这个下一步的进一步表现 这种现象越严重 它降息的这个周期就会提前 这是可以做一个观察点 刚才咱们讲了两个观察点 一个观察点 观察巴菲特 什么时候撤离日本 因为巴菲特从19年 这个入投资日本市场 已经获利颇丰了 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它一定会在美国降息之前 撤离日本的 撤离日本市场的 所以现在呢 我在这个网上看一些评论 有很多专家 在那块这个号召 日本的这个一片繁荣 台湾也一片繁荣 印度也一片繁荣 这个越南都一片繁荣 它指的就是股市 说大家赶紧去投资 凡是这样说的所谓专家 不是不懂 就是很坏 这圈着大家的钱去接盘 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一点 别上当 因为美元一降息 这种现象就开始反转了 美元降息之后 日元必然要升息 整个以美元 这个作为投资的工具 借日元加杠杆 用低成本的资金 投资这些 这个近期兴旺起来的市场 就是在高位去接盘 解杠杆之后 先撤离的就是这些大的资本集团 个人很难撤离 你个人他控制不住这种欲望 不断的盈利 不断的挣钱 你让我撤离 这是何居心 所以这是人的习惯 惯性思维 在最高点到来之前 你能安全变现 这是胜者 否则的话 就是剩下了 就击骨传花 传最后一棒 承受损失了 这是对日本这块 目前这种形势的 一个判断吧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回顾一下 大量的时间在回顾 接下来讲呢 这个 接下来的机会在哪 从14年开始 雇局 国际资本集团 以华尔街为主吧 国际资本集团 雇局做空中国 可以说从14年就开始了 到目前为止 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个房地产公司 纷纷破产 这个 预不抵债 这个出了大量的问题 几乎所有房地产公司 都出问题 因为他们是以美元计价 当时美元比较 量化宽松阶段 成本低 在香港 在新加坡 在其他的地区 借了大量的 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债 这里边也有大量用美元 在日本 抵押 借到的日元 再用日元 变成美元 作为这个债 借给这个 这些房地产企业 当时借的那个利息呢 比价在1.1美元 1美元比6.5 那个价位借的 现在已经1比7.2 7.3左右 光这一个债务本身的人币成本 因为房地产公司 他还美债 也是用相应当期的汇率 调整完毕之后 计价为美元 还给债权方 所以这本身汇率变化 就损失了13%了 更何况利率的损失 所以造成 大量房地产公司 从最近几年 完全暴露出来 这个纷纷 清盘破产 这个一片狼藉 这是一块布局 因为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货币发行 早期是按照对应美元 你进来1美元 我给你发 这个相应的人民币 这台帐管理 而后期呢 有一些是用发债的形式 这个创造人民币的流动性 总体呢 是400万亿左右 这400多万亿 主要这个进入了房地产 这个资金池 房地产的流动性又差 就和日本当年90年代初 造成的这个房地产开始大幅度向 日元升值 房地产升值 拿房地产抵押 借款日元到处投资 日元 日本股市一跌 房价跌 造成大量的这个破产人员 破产 形式和这是一模一样 现在的中国 就是90年的日本 另一个呢 就是股市 中国的股市 以A股市场为代表了 各种弊病咱们不说了 这个实际形成现在的局面呢 和日本当年股市崩盘 是一个效果 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评论 这个美国的这一轮收割完日本 收割欧洲 收割英国 欧元 最后收割到日本之后 会全力以赴收割中国 这个判断是不对的 现在正是做局的阶段 要把中国的资产打到底部 打到底部之后 美国美元要降息了 关键点啊 这是最关键 这是这一轮加息 这个很多人 还没有意识到的 真正 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 在底部收购中国资产 是美元开始降息之后的放水 会大量流入中国 中国现在号称 这个各种传媒讲 为了死保三万亿的存款余额 美元的存款余额 外汇储备 收割完了日本 再把中国这三万亿收走 这一轮加息就大获成功 实际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人民币不是自由货币 不是说你 用各种方法把美元做强 人们就拼命抛本币 换美元 使美元流出 转为持有美元货币 不是这样 它有一定的限制 这种限制呢 虽然经过各种渠道 有大量的美元 确实在流出 这也不是眼前的现象了 但总体的量是不足 不足以 这一轮对人民币的狙击 不足以 中国整个从金融和财政 对美元储备保卫战 实际从14年就开始了 我们做矿业 有一个明显的现象 就是14年之前 大量的内保外贷 在境外购买矿产品 矿山 这样的操作 在2014年突然终止 强行平仓 致使在14年之前 中国走出去 收购资源的很多企业 包括主权资本 包括上市公司 包括个人的投资 几乎归零 那一次 所以 因为这一点 大家 我也很奇怪 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就是说 你补美元以外 各国的储备货币 靠你的这个 不是用原材料 能源交换 就是用商品交换 中国是一个典型 卖货 正美元 把正那点美元 储备起来 你这点美元 可以说 拿出任何一个 美国的大型的投行来 人家都可以 富可敌国 大家都知道贝莱德 他现在 美元资产的总量 是10万亿 一个贝莱德 就等于三个中国 整个的美元储备 还有这个 很多了 这个 道富 道富集团 还不用说高盛 大摩 这样的 整个集合起来 你在资本市场上 仅仅用你那个 3万亿和美元的 为主的资本市场 进行抗衡 那是杯水车薪 所以 中国这个 目前应付 国际收支 保卫 储备 只能靠 非自由流动 非自由兑换货币 这条 这个武器了 华尔街完全了解这些 人家研究透了 贝莱德的这个 拉里芬克 主席 他讲我们请了 顶级的专家 研究透了中国 但是他没有研究透的呢 是中国的市场 他们的这个布局 认为是没错了 但是现在不是时机 所以 像刚才讲了 下一轮 中国才是目标 现在 中国的 整个的 房地产市场 股票市场 包括香港 已经造成了 全球的 这个资本挖地 这个资本挖地 急需要 新的 这个 流动性 冲入 才能再兴盛起来 光靠中国 增发人民币 增发了几个 一万亿了 没用 规模不够 所以 未来 大家关注 所有投资人 应该关注的 就是 美元降息之后 日本升息是多少 日元升息之后 撤出的速度 从日本撤出的速度 有多快 击鼓传花 这一轮在日本 能传多远 能传到谁的手里 如果大部分 又落到这个 日本人手里 这一次日本 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损失了海外 美元资产 会造成未来 一个相当 长的一个时期 日本经济 再次跌落 而这个过程 就要看到 中国的市场情况 中国的货币 人民币 是商品货币 美元是黄金货币 它是货币价值的尺度 什么沙特阿拉伯 加拿大等等 这些货币 是资源货币 大家始终要 牢记 这个性质 没有改变 所以 接下来一轮 我们现在搞了一个教学活动 我在我们这个教学活动中 我就反复强调 未来五年是最关键时期 是由美元价值最高 走向量化宽松 新的一轮量化宽松 降低美元的价值 使美元再充施到全球 预备第二次收割 所以这一点呢 我刚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这一讲的最核心 就是中国的经济不会再坏到哪去了 该撤出的外资也差不多了 该跌到的底部也差不多了 这个中国的经济它在熬着 等着 等着新的资金的注入 而新的资金注入的时间点 就是美元降息之后 美元降息之后 日本的银行加息 日元与美元形成的货币对 形成的杠杆 如果能完美的解除 能获利 如果不能完美的解除 会造成一地计谋 大量企业破产 大量个人破产 这就是未来五年之内将要发生的事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关注日本 这个美国的地区银行 就小规模的银行 因为现在经济体系 现代金融体系 在资本市场表现的 还是资金与财富 向大集团集中 就是还是马太效应 人们歪曲了 马太福音里讲的马太效应 就是越穷的越穷 越富的越富 向大资本集团集中 这种现象 未来 这种现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我本人的初步判断 持续到15年之后 因为15年 从现在算来到第15年 美债的总发行量 会突破100万亿 而100万亿的时候 美国的整个经济结构 会发生变化 它美债的购买人 并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 这种这个主权国家购买 而是纳税人购买 纳税人购买之后 会逐渐逐渐转成 纳税人中产阶级 真正掌握财富 这是对未来的一个预判吧 预先的判断 对与不对 这个来势方长 我们把握好近5年 迎接未来15年 这就是整个的一年半 在这个平台上 跟大家讲解 我的一些对宏观经济 这个系统的理解和个人观点 仅代表我个人 不包括投资的建议 不包括这个推销产品 咱们什么也没有 只是作为一种个人观点的分享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们还是按最基本的认知 因为在现代金融体系下 你的运气一钱不值 你的认知才真正是你的财富 尤其是中国大陆 很多移居海外的华人 享受了前三四十年的 红利的 带出钱来的 你以为你拿到的是现金 你把握不好 很快会归零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这样的人我们也都大量接触过 平均气赚到的钱 由于认知不足 又损失掉 比比皆是 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过程中 要提高对资本的认知 对金融的体系的认知 对整个现代形式的资本市场 形式的认知 因为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在美元这个公共资产的 这个公共产品的这个基础上 美元可以跨越时间的来 发挥它的作用 发挥它想要达到的作用 我们提高认知之后 我们的认知提高 对它的这种规律 逐渐掌握之后 能够顺应其事 顺其事 来获得我们自己的财富 现在所有的体系 还是在向下收割的 这么一个体系基础之上 所谓向下收割 就是大家经常讲的 又被割了韭菜 又被这个套进了杀猪盘 这就你认知不够 而且也是现在的主流的经济体系运行的模式 真正达到理想状态 是向市场获取财富 你把握好机会 运用好手里的工具 你从市场中在它量化宽松的时候 你多留下一瓢 足够你一生财富的自由 好 谢谢大家 时间不短了 这个一个小时 不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 以后再与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陪伴 再次给大家拜个晚年 今天我唱独角戏 这个David也没法在这给做助角 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各位再见